電風扇上一層黑垢 被民眾拿到工廠前作為污染證明 大家集結抗議 這間科技公司飄出來的黑色粉末 嚴重影響到周遭住戶的生活品質 從環境到身體都擔心出問題 現場下起雨還馬上變成黑雨 宜蘭武傑鄉工業區的這間工廠 將廢輪胎分解出碳黑粉末 再製造成其他工業用品販售 過去曾經6度違規被開罰80萬 停業轉手後廠區堆製了 1500噸粉末卻沒有輕揍 隨風飄散讓附近的居民都快抓狂 手腳的火比較大 你看 這樣 這樣 這個油你看 這個油你看 接受的光電公司趕緊請清潔人員 運走一包又一包的碳黑粉末 怕天氣好時灰塵亂飛 趁這幾天下雨天趕勾 還給居民整潔的生活空間 這位林醫生 曾宇欣 宜蘭報導